《玩具TV》第22季第二集 今日的光阳戏很激烈 世界上最大的拉伸 是 变形King Kong 如果在节目中收到我的音 这是我第一次见的 我没有介意在《玩具TV》 很多集我都踏得凶狠 今天好像是这一集 我没有什么特别踏过那些玩具 这一款是真的 我第一次见的 刚刚握在手棱 他妈的好玩 真的好玩 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好的评价 这一款是G1版的MD-LX系列 V-ZERO 又不算是新产品 因为之前已经推出过一款大华蜂 有没有介绍过吗? 有 有 但我不在这里 所以我不知道 但这一款是V-ZERO 里面的In-House设计大员 Kelvin South重新Redesign 所以跟一般我们见到是有点不同的 见到它的外观 Box Arts 也有一个玻璃窗 也是那句 你够姜对于自己的产品QC有信心的 我非常喜欢这些设计 Good 你够姜 我喜欢 不算很浮夸 有本身Otomus Prime的一些玩具上的造型 和疯狂的可动 里面除了本身的主体之外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 全部倒下来 一不吉不休 手型 总共是12345678 不是啊 还有这里 玩意吗? 这个不要拆住了 除了桌面这些手型之外 你会见到 叮叮叮叮叮叮 护一枝枪 一个背囊 对了 再加多 TOTAL一搭手 一搭 加上戴在手上的手 对了 当然也有它的icon 这个是否是心臟 薄派心臟 不拆了 玩意吗? 我们要拆的 就是它的武器 我安装了背包 或者拍一下Walker 已经急不及待的 我误会了一点 原来它不是合金 应该是吗? 它是关节是合金 关节是合金 我就摸不到 但我一玩 看上去就只为是合金 但握上手的手感 就应该 摸不到金属 那真是厉害了 是胶做到合金的 很厉害了 因为它是全上色的 我看错了 是全上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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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了大腿的 不差再 关注了工具 阿柏文的工具 最经典的 除了它的枪 就是它的座头 当然 有什么 技术呢 放心 没有的 但是没有 不代表它的造型不行 你会看到本身 它这个银底 和一些深浅色的 一些铁的配搭 是非常突出的 加上这个 重新设计的 骨头的外形 你最后有点本事 好 另外一支枪 放心 亦是没有任何坚密的 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本身 整支重新设计的枪的造型 这个应该之前没有任何 柏柏文产品 是有这一类型的 枪的设计 已经变成了 已经变成高达的 大型的 多了很多现代感的科幻 设定的细部 好像这里 你看到 握上手的比例是如何 我真的非常有兴趣 左腰握枪 右手握斧 好吗 对 很顺畅 这次小腿下盘的位置 近脚端的位置 是做得比较粗壮 所以整支的重心很低 这是设计者的一种 设计风格 好 你会看到本身的枪 和 厚柏文的比例 是 挺正的 我自己个人来说 当然 在这个武器派主义 你越大胆 感觉越好 这是我个人的喜好 但这次这个设计 是吃正我的个人喜好 喜欢大胆 对 巨炮主义 好 主体 正正经经 我转一个圈给大家看 对了 可能要转低一点 谢谢 可能要转低一点 我摸索不到 她的手是怎样涂的 不能拔的 暴力出奇 我看见本身的涂装 全只 我重申 是全只都有上色 除了上色之外 大家可以看看 本身一些 细节位 亦有一些 很轻微的 不可以叫做 舊化 有些刮痕 那类的东西 反而 你见到 譬如一些手 那些 都用了 本体就是用蓝色 亦都用了一些银色 去做一些点拙 我刚才有朋友玩过 胸口 好 拍着拆 拍着拆 我收好心脏 就整块拆的 整块勾充 入下暴力就行了 这边拍下 那个 它背面是用磁石这样做 所以你这样拔出来就可以了 但不是中间打开的 或者心脏之后就这样 好 先拿着拂头 其实我待会放在大气手造型之后 就可以 大气 我喜欢这个 大气手造型 对 我弄了两个手指 指下指下 是这样的 这个 好了 这个手指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做这些手指 咦? 加藤? 对了 这么有趣的 这个手指是什么意思呢? 我会答其意的 它是指的 是用两只手指的 哦 这样的 加藤呢? 那个是中指和无人指的 但是有点向上弯 我觉得有点如意的 哈哈哈哈哈哈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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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LX 不要不理你MDLX 还是DLX 还是DLS系列呢? 都最重要 就是认识这个手指的感觉 刚才在这个镜头后面 认识完呢 我是有很高的平衡 我今集很少赚一些换皮赚得这么多 很实质的感觉 扭给一些可动的姿势 对了 不要说给可动的姿势 首先 放一个很厉害的姿势 实质的 什么笔举 什么关节松 关节炎 那些东西 我胡乱扭扭呢 跟他那样 跟你高层说的一样 是Playable 真的 是Playable 但是因为很多时候 你几寒 可以这样的 是很放心的 一般这些特别的变形感觉 Playable 会是一个 要点 粗糙 是一个 喊赖上的关系 但这只相反 他看上来好像一个模型成品 但他又Playable 但他又Playable 外观上我被他骗了 我以为他是合金 因为他原来不是 其实合金我相信是有 不过就是会主动 在关节做合金 所以他每一个关节的松紧度 玩下去都很舒服 唯一我有点觉得 就是他 握斧头的手 握斧头的手 对了 可能试试用握枪的手 来握斧开 可能仍然是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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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刚才我玩过的肩膀 那个肩膀可以带到很高 没有50坚 可以带到很平 而且我看到中间 两个是黑色的金属的波栽 两个骨头 就做到这个效果 所以他可以 跳舞 就做到一个比较 幅度大的不同动作 你要首先看出本身 除了他的金属关节位之外 你会看到他这里 会再开多一个可动的关节 所以变成他 看下去的感觉是非常漂亮 和可动性是非常高 而且他举起肩膀时的角度 因为肩甲可以再移一移 我不要说肩甲 现在手肘先看他那个可动幅度 你会看到 磁学 你会看到本身 其实在后面的手肘位 应该下了不少功夫 无论在这个关节的 动动和外形方面 亦真的兼顾得到 你会看到 原因就是在这个 这个叫什么位置 手肘 卑 又不算 你想说手肘来側 对了 你会看到他这里有一块 其实是补同红色的可动关节位 所以变成他移动时 是可以接近对接 好东西 你好东西 又落到心机 对了 他用了1比6的波装 配合机闲关节 所以做到很人静 为什么我会给大家看 玩完手当然是玩腰 玩完腰 你会看到它已经屈曲了 你会看到它已经屈曲了 这条腰的幅度 没错 没错 塞进去 腰中间亦有拆导件 多少钱呢 4个多 上次的大黄蜂 我叫小黄蜂 就400多 即是不止400多 这个季 可能600多 我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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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 另外 哇 很厉害 后裙甲 他为什么可以 脚动得这么大动作 也不会有妨碍呢 你会看到 后裙甲和側裙甲的 设计方面 会看到它可以揭得很夸张 当然 没人叫你 好像我现在揭得这样 你也要保持一个外观 但是 保持一些疑态 不需要 担心 不需要担心 在活动方面 对于 关节和装甲 会有什么影响 sorry 真的没有这件事发生 接着 你见到 他这个 叫做 脚刮 我没错 你会看到 这块银色的东西 其实有什么作用 就是给你爱丽 遮臭之余 可以弹进去 令到他这个膝关节可以对接 我们看看膝头的花纹 内购花纹 果然很聪明 是呀 做足了 没错 没偷鸡 这是新世代的 就是他知道自己的卖点 你一个 因为我拍文出了这么多次 你不能辨认我拍文 一定有卖点 是 优质的机械 关节 是 这个品牌之前出了一些 比较高价的 现在这个是 大质 可能是 size down 和平价 这些 但可以尽量保持到 高价的系列 知道多少钱呢 我们刚才知道 六九几 六八三 好了 接着要说的 我要揭的揭开了 大家可以大概都想到 四变 小腿的甲都可以揭开作用是什么 所以 一些完全无可能发生的动作 都可以做到 我唯一终于可以去弹的地方 就是你见到这个脚板底 虽然 造型是完全没问题 不过它是 不会移动的 就是你expect 就是脚 不是 行行行 有脚趾 糟了 那根本没得谈 没理由 没理由 在这些位置 是出事的 一定做全套的 六百几 好 行 Cheese 他们的基本工程已经很完整 我们现在做机器 我想一直都不会退回头 所以其实都很放心 好 接着我们可以 正正经经地 放个漂亮姿势 收藏 接着快快放个姿势 因为我们做很多东西 今晚想再出两个玩具 是 还要是很厉害的 还要是很厉害的 我们放到最后 真是遭鬼 这些是压轴的 因为有私人对我说 为什么第一部分就说 Wing Gundam 我们通常是压轴的 因为今天中了两件的压轴 是 好 这一部分先说到这么多了 真是 遲了 其实关节的感觉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好 好 稍后见 希望可以出两个项目吧 拜拜 拜拜 谢谢你 这个吧 这个吧 我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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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制你收 收